加拿大司法部3月1号宣布正式启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不止中方强烈抗议现在孟晚舟本人也开始反击 孟晚舟透过律师指控加拿大政府去年12月趁她要入境时未装成海关人员 对她非法搜身讯问甚至没收她的电子设备 三个小时后加拿大政府才宣布将她逮捕 反告警方违反逮捕程序 如今加拿大政府必须要在21天内做出回应 中国与加拿大关系恶化 随之而来的中美贸易协议却可能出现转机 华尔街日报3号报导中美贸易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中国同意调降关税放宽美国农产化学制品及车用产品等限制 美方则考虑解除大部分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川习会更有望在3月27号举行签署协议 随着川津二会破局孟晚舟引渡风暴延烧 中美贸易战能否真的画下句点恐怕还是未知数 三立新闻水刷真报导